哈喽,大家好,我是Reco 那这一期视频呢,是我第一次来试戴这个全眼美瞳 我之前都没有戴过,然后戴了三天终于成功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全眼美瞳初体验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尺寸的美瞳 想来把包装拆开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大 我严重的怀疑这个东西比我本身的眼睛还要大 我现在把眼睛里14的美瞳片取出来 这两个家伙放在一起有一种我第一次见青蛙和牛蛙的差别 把它们一起放进眼睛盒里就是这样的画风 这绝对是一个非人类的设计 马哟,好像怎玩吧,这冰雾业精要打一圈的马 在佩戴美瞳之前一定要先用护理液把你的美瞳片清洗一遍 然后就可以尝试第一次的试戴 然而我连美瞳片的前三分之一都放不进去 我已经把我的眼睛鼓道气白打了,白到嘴大了 它就是龙丝了龙不紧气的嘛 而且全眼美瞳因为尺寸特别大 所以它的厚度也比一般的美瞳片要厚很多 放进眼睛里那是相当的戳眼睛 这根本就是瞎眼片 哎呦啊 好了,我的右眼已经瞎掉了 所以我准备再用谨慎的左眼试一次 感觉我的左眼可能会大一点 啊,凿不住,我宣布首次佩戴失败 哈喽,大家好,我是Riko 我又回来了,我的衣服已经变掉了 因为这已经是我休息了两天之后 并且剪干净了自己所有的手指甲 准备再次的来挑战一下全眼美瞳 我们先来看一看别的up draw是怎么戴的 要我那眼睛比我大两倍吧 他眼睛至少有这么大 不可以丧,绝对不可以丧 我要温温柔柔的把全眼美瞳 带进我的眼睛里 并不是因为我敬业 而是这个美瞳非常的贵 全是我的血和汗 如果我带不进去的话 我的血汗钱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眼睛的大小被狠狠的嘲讽了 这一次的感觉非常靠谱了 因为我觉得我上半部分的镜片 已经没入眼睛里很多了 只差下面这么一丢丢 只差一点点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把下面眼睛卡进去 成功 这是我第一次佩戴全眼美瞳 眼睛卡顿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明显 有一个很严重的异物感 需要给自己的眼睛一点时间调整一下 还是很开心顺利的带进去了 现在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两只眼睛的差别 转动一下眼珠 还是会觉得左眼有一点卡顿的感觉 但不是特别严重 突然听见外面歪歪在叫我 才反映过来我刚才有点外卖 现在外卖小哥来送外卖了 很怕自己会把他吓到 还好只戴了一只眼睛 我准备这样蒙住 然后去拿外卖 这是因为我刚才开门拿外卖 所以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这个是我的门 然后这个是我的鞋 这是一个鞋柜 鞋柜离地呢 大概有一米二到一米四的距离 然后我在桌子上面突然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经过我的仔细辨认呢 我相信那是一坨爸爸 为什么一坨爸爸会在这么这么这么高的地方呢 这是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要知道狗子是跳不到那么高的 然后毛球最近在发情 所以说它被我关起来了 所以凶手就只有可能是 什么 你是不是过来我死了 哎屁丸 你是不是过来我爸爸了 嗯 我玩上 现在我的外卖已经拿回来了 我刚才取外卖的时候一直是这样蒙住一边眼睛的 那个外卖小哥一定以为我是个别花 好 说说完凶手之后呢 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晚餐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享 这个是一个姜豆炒茄子 然后我还要了一个排骨 因为他们家排骨今天打五八折 然后有一封老板给的这个叫什么求好评的信 嗯哼 然后有一个 有一盒饭 然后为什么老板要给我两双筷子呢 你是觉得我一个姑娘吃不了这么多东西吗 嗯 你不想吃哈 酒足饭饱以后一定要趁着这月黑风高的夜晚 自己的眼睛感觉今天特别大 所以抓紧时机把另外一边的全眼美瞳也给带进去 依然是这个恶魔一般的尺寸 有了前面N字失败的经历以后 现在我是摸索到了一些佩戴的方法 就是让这个美瞳片贴着你的眼球尽力的往上放 再把下面给卡进去 当然了异物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现在我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戴上之后的感觉 就是眼睛上下看的话是基本上看不见任何眼白了 被卡的非常的满 但是眼睛左右呢还是能够见到一些眼白的 所以我怀疑昆齿岩小姐姐的那个美瞳片 比这个尺寸还要大 或者是说有做后期的处理 然后等眼睛适应以后呢 转动起来其实异物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慢慢是可以适应的 既然已经提到了昆齿岩 所以我现在就准备简单的找一找阿昆的感觉 给面部做一些修容 让五官看上去瘦一些 因为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女鬼好像真的没有胖的 修容以后我们就不需要任何辅助了 我们只需要关个灯 原来这部电影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这副美瞳啊 然后再说一下佩戴的这个感受 就是全眼美瞳戴了之后呢 我会觉得最开始会觉得硬物感非常的强 因为它上下就是卡的特别的满 所以说你戴上之后呢 会觉得上面和下面有东西卡在眼睛里面 你就知道有时候就有个东西掉进眼睛里面 感觉其实蛮难受的 但是呢 经过了可能我第一只眼睛戴好 然后戴第二只呢 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中间还拿了个外卖 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这一只眼睛 基本上已经适应了 就是硬物感没有那么强 然后这只眼睛的硬物感现在还会比较明显 转动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卡顿 就是眼睛里面还是有一种顿顿的 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其他呢都还好 然后这个镜片我是不推荐大家买的 就是大家也不要来问我在哪里买的 我之前发照片的时候就有这种小伙伴来忘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对眼睛是没有好处的 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不要误装没什么是什么效果 所以我才戴这个镜片 但是我是拒绝你们这些小伙伴来戴这个眼镜的 我来试一下把它摘下来 其实这还蛮轻松的 就是我一个拉就出来了 这还蛮简单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